高橋合彗 小時候開始 我自己一直就是身邊充滿了 很多種不一樣的聲音 不一樣的音樂 然後歌曲、演奏等等 然後小時候 開始學了樂器之後 發現好像自己對這部分是比較 自己也有一點比較有興趣 也有一點天分跟其他人有比較 那慢慢慢慢的 慢慢的一直學 開始學樂器到真的出了社會工作 發現我是可以靠這個 然後 就是可以靠他生活 然後慢慢的覺得 可以生活,可是他又是我的興趣 那這個時候就覺得 哇,這個是非常開心的一件事情 這樣 困難很一定有 就是你可能就是會有找不到工作的時候 或者是你就明明 很努力去準備什麼事情 但是你只有就是 沒有辦法去得到你想要得到的 工作機會或者是等等 其實 你一輩子會做多少事情 會賺多少錢 這些事情或許都是 都是已經 注定好 然後 就 試著練習 讓自己用比較隨緣的方式 去看自己的事情 把自己的部分準備好 你等著機會來 總比 你機會來了 可是你不知道該怎麼辦去 應付這個事情 堅持自己喜歡的東西 如果你覺得這件事情是對你有價值的 你就好好的把它把握住 可是 因為現實 很容易把你的這些東西都抹掉 但是如果 你真的覺得它對你的人 真的是有意義的 你就好好的把它抓住 好吃 對 那 仔細 那 還天 不是